说到平溪东市里的火烧辽 可以说是全台雨量最丰富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居民出入的产业道路相当的陡峭 再加上路边L型沟只做到一半 造成排水的效果非常的差 容易形成坡道的瀑布 甚至居民还得担心摔车的危险 因此有民众只是向新北市员 林一齐服务处来澄清 针对这项问题 服务特地向会同的养工处等单位 前往现场会刊共同研议改善的办法 东市里火烧辽位在平溪山区 气候相当多雨 居民唯一能出入的产业道路 因为地形相当陡峭 路本就不好走 再加上下雨天带来庞大雨量 居民反映水都排不出去 湿滑且危险 我这就是火烧辽四十一号 很厉害的 都一年落半年较多的 路很怕很危险 车很怕都冻不住 都会直接射下去了 这路居民都很牌医院 都没水高 没什么 没染干 没什么 都没腐烂 没什么 直接落去就在那旁边了 在向市议员林一齐服务处进行程庆后 今天上午服务处便前往会刊 只见一侧的L型沟只做了半截 另一侧及下方坡道都缺乏排水疏导 L型沟的尽头也为妥善封好 民众车辆下坡时 容易因为没有护栏而发生危险 这边地处偏僻 交通相当的不便 这边上面还有大概三户的住家 因为平时出入就只有这一条 很陡很陡的一个山路 刚刚整个看下的结果 我们希望大概有几个步骤要做 第一个就是针对车辆容易跌落的一个航管 那我们加装一个铁板盖 那另外在针对路边的部分 我们再施设一个钢板的一个护栏 那最主要针对路边会淹水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现在占的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增设一条节水沟 先前民众便有反映过当地缺乏路灯的问题 今天查看时便已施作完成 增加了行路照明的安全 而水沟工程目前将由公所与市府养工处 商讨费用于设计 期盼尽快改善 降低居民出入的危险与不便 记者稍后文评稀采访报道